受到美国联准会启动降息 虽然事前市场已经多有揣测 但降息成真激励了黄金价格 再次刷新历史新高 跳上每盎司2600美元大关 最近价格来到每盎司2621美元 法人看金价后市还是有续航力持续看深 法人指出根据联准会最新点阵图 今年还有两码的降息空间 明年预计降息四码以及后年的两码 总计两年的降息循环目标要降息十码 由于黄金不知习 利率极为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因此降息循环中利率持续降低 黄金评价将持续看深 未来价格表现渴望具有续航力 不过法人也建议 今年以来黄金表现优异 累计涨幅甚至超越美股指数 在涨幅已高的情况下 可能造成金价短线震荡加大 投资前应该留意风险 投资人可趁回档再布局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